接下来就来介绍这个化身 那我们来看呢 可能可以了解所谓地狱的众生是化身 天界的化身 大家一定是没有经验的 那这个过程呢 我举一个例 有一个小朋友 幼稚园的时候 幼稚园的时候有一个意外死亡 意外死亡 他这个爸爸妈妈很伤心 很伤心 因为是男孩子 就伤心了 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伤怀 就把这间房子买掉 这间房子买掉 然后搬家 搬家去搬家习 譬如说台北 我搬家去台中 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小男孩 往生之后 这个父母 也没有什么宗教的概念 也没有什么超见 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所以大家都没做一件事 他多年后 他这个家族里面有带一个媳妇 他这个媳妇是学佛的 他是学佛的 这个媳妇学佛的 他每天就是拜观音菩萨 他每天持观音法门就对了 他这样修行修行修行的时候 到有一阵子 有一阵子家里如果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他都知道 这个拜观音的这个媳妇都知道 因为就会有一个 一个像小童子一样的男生 像小童子一样的男生 画一个镜 给这个媳妇看 这个媳妇他就想说 什么事要发生 他也不敢大声嚷嚷 家里人会惊慌恐怖 他就测试看看 事情果真发生 你相似过通或什么通也可以啦 随便大家怎么想 然后呢 隔了没多久 这个媳妇在修行上面 有了一个小小的阻碍 那有了这个阻碍的时候 他心里想说 我怎么突破我自己 那这个家族里面的大众 又不学佛 于是他就发怨 他就发怨 他要度化 所有就是大众家庭的人 一直吃素 因为媳妇都要煮食嘛 慢慢慢慢收 慢慢慢慢收 他这个阻碍跨过去了 他这个阻碍跨过去之后 这媳妇就把他这个大伽 跟这个家族里面说 我常常买到一个童子 这个童子的时候很活泼 穿着什么都很干净利落 那他呢 只要我们家有什么变故 不对的事情要发生 都会给我警告 他就这样说 他说那个童子 因为他这个婆婆 他这个婆婆问他 那个童子长什么样子 他就说跟他先生 想要想要想 长得有点像 然后他就讲解 讲解的时候 他这个婆婆跟他相向上去想到 是不是自小的 就是拔死的 那个儿子 小儿子 于是他就把那个 因为过去的人 他不会留很多相片 不是像现在 这个傻瓜相机 这个数位相机一堆 没有 在箱下没有 他就返给他看 他说啊 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的过程 这个女众心里就有底了 她想要去追究 有一天呢 她睡觉的时候 家里可能又有点小事情 这个小童子又来 这小童子又来 然后只是献进给他看 他并没有跟他讲话 这个女众就意识里面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你干嘛要告诉我这些 这个童子给他的意思是说 我未尽孝道 他没有尽这个孝道 他没有尽孝道 那应该要让这个家族 得以行善就对了 要好好的改变生活 因为这个父亲呢 不是很负责任 他这个女众的问 他说 我不敢相信你 要不然你要告诉我 你从哪里来 他说好 我带你 就一刹那之间 他就到天界 他就到天界 他是他虽然有学佛 可是天界他没见过的 我们学佛的概念 不一定你就能直接进入那个境界 他就在带到他到天界 看到所有的一切 然后醒过来 醒过来的时候 他就去翻经典 他就去翻经典 翻经典要找出天界的像状 这样去比对 他知道说 这个童子 他就是当时 当时 他在世杰就对了 世杰 然后 往生到天界 后来从此之后 那个童子就再也不出现了 就再也不出现 因为他已经报了恩 他已经跟他家人 透过这个学佛的嫂子吧 做了完成事 很多世界是我们不知道的 很多世界是我们看不懂的 是我们看不懂的 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轮回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境 这个呢 你好好修行 不用想说 我哪一天要到哪里去 不用想 你就在你每一届当下 这个时候你是人 你就好好修行 接下来就在讲 这个社界诸天 他说 若有社若无社若有想若无想 若非有想非无想 这个是社界的 有轻轻细微的设法 如果说我们修行 我们突破不了物质 跟我的关系 这种人都永远在欲界 欲界的人最容易分别 因为欲界的人会有撑 你会想起的人 你不用说你修行多好 你三界里面欲界都过不了了 因为 不顺我意即起撑 这不顺我的意 本身就会起撑 你一定是有欲望的 所以欲界跟色界最大的差异 就是撑 就是撑 所以你来看 你在看 人的修为说他修得多好 出三界 说他的知见多稳固 撑着就起来 说一句就跳起来 就辩解 要来强调 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猪丝马迹 那我们来看 色界能够投胎 转身 到色界诸天 他本身一定 在粗躁的色质 心念里面 粗躁的贪欲上面 是整理过的 他有修定的功夫 他这个定的功夫 并不是 一定是佛所教导的 正统的 四禅八定 九次地定 外道也是有定的 很多宗教都有定 精气神的提炼 甚至于 我日中一时 在很多宗教里面 本身就有了 很多教里面 他都谈这个定 而且很多人 也能够舍掉自己 本身粗躁 对物质的 这种喜好 精神层次提升出来 而进入到不想他 或是不注重他 精神层次都有 所以以这样的众生来讲 他如果这个色生 这个断生 断生就是一段的生命 我们说法的众生 就叫色生 这个断生 欲戒的断生 这一段的生命 结束的时候 因为他累积起来 本身 他所累积起来的福报 累积起来意识 层次的修为 让他进入到色界 那色界又好多天 这里就不讲了 再来若无色 若无色 就在超越物质的世界 然后你在有色的时候 有清净维系的色法 我们每个人 如果很容易分辨 如果你看一个物件 看一个物件 一个人 你之后 偶尔 这个人 这个物件 他会频频在出现的时候 你会感受得到 你的记忆里面 有这个 微乎其微的形象观 形象观 我们现在不讲观佛 观佛那是一个办法 那是一个办法 而是说 我们对于自己所爱的人 所喜好的物质 我们的眼睛 只要我们的色 这个眼睛 眼根 眼视 眼根 眼视 跟对于这个色身的 身根 撒迦耶剑 这个没有放的人 他修为定到某个程度 都是入色界 因为他对于 意识层次的 这个图腾的这一块 是放不掉的 是放不掉的 你如果说 今天我们专注来看一个 某一个形象 某一个形象之后 你闭起眼来 这个形象 挥之不去 然后你很容易记住 记住他 抓住他 自己身上的感觉 又会频频的去 觉受到他的存在 修定的时候 修禅修的时候 比如你双腿一盘 你在禅修的时候 每个人会感觉到 身体的存在 呼吸的存在 当你身体的存在 呼吸的存在 跟你这个 所有一切运行的 手脚 刹那之间 可能完全没有 可是在任何一个声音 把这个觉受又拉回来 而你挥之不去 这个时候 你就是定 欲 欲界跟色界 两边还未进入定境 如果你真实进入定境之后 本身在觉受的里面 你本身在觉受的里面 还感觉到自己 存在的感觉 存在于空间中的感觉 是比较单一的存在 自己还有身 可以感受 感受那个清安 感受那样子的 一种感受 能感受感受 这样都是在色界 这样了解意思 那若无色 就是你从 从这个修为的过程里面 超越了物质世界 很多人的修为的时候 他讨厌自己意识的存在 他认为我起心动念 我只要有念 我就是叫凡夫 所以他一直要摒弃这个念头 摒弃这个念头 认为到不想 无想的境界 不想的境界 那就是叫涅槃 这个是所谓 这个是所谓灰身明治 这在佛法里面 这个还是叫外道的 那这个地方修行呢 物质的设想 修 修为的过程里面 到无色定 所生之天 就是这个无色界 无色界呢 他本身 抿除掉思维 抿除掉深的觉受 这个地方 是一个瓶颈 很危险的地方 再来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非无想 这是在讲 我们感觉意识的存在 感觉意识的存在呢 有感觉 认识意识 会思考 有这种情势的作用的众生 如果说 以我们欲界来讲 也是有想的 对不对 以思维的存在与否 我们是有想的众生 那我们的这个想 以佛经来想 不怕念 不怕 不怕念起 只怕觉识 他在讲说 我们这个念起的是什么念 我们觉的时候 是什么的觉 以经典上来指导我们 讲到这个想 以初初的文字来讲的 这个想 是在讲 与我有关 与之见有关的 这个想 五蕴的想 设受想形式的 这个想 所以当我们是 有想的众生的过程 这种众生 我都会度化他 而我们就是 有想的众生 很多人对于修行的 想 佛正之见里面的 正之见 跟所谓菩提心 跟佛所谓意识运作的 这个想 大家都把它归列到 一个想字 在佛经系部里面 其实它是有分别的 你要看清楚 佛不是叫我们做 呆头鹅 不是叫我们入断灭 不是叫我们入五想天 而他在讲的这个想 是超越色受想 以凡夫五蕴的想 而进入到清静正念现前 清静正念现前 它不是想的作用 而是十项现前的观照 直接现前 这个的时候 它不是用想 它是受直接呈现出来的答案 而我们必须去做下一个动作 这个中间的这个想 想 是看不到痕迹的 这样知道 这个中间的想 看不到痕迹 它很快就滑过去了 再来若无想 若无想的时候就讲 没有想念的状态 灭尽定正的无想果 会进入到无想的状态 修行也会有 刹那无想状态的发生 没有错 也就是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有的人他见空性 他见空性 如果是撇见空性 我相信有人是有经验的 他撇见空性的时候 刹那撇见空性的时候 那个时候语言文字是不见了 那个语言文字都不见了 说不出来 知道 但是他不会去思索 他是切断没有想的状态 可是那个没有想的状态 是一种剥落 刹那像解脱的样子 是无想的 可是最后在整个结构起来的时候 他不是想跟无想 他不是这样 原来这叫涅槃 不是 那不叫涅槃 那是撇见空性的刹那 有的人可以在这个境界里面 维持三天 三个月 三年 有的人一天不到就跨过去了 杂思杂想的习气又来了 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修为的过程 所以无想一定会产生在各位同学实修的过程里面 会产生过 那这个以后呢 能不能发展出 他是能硬 菩提心发展出能现 整个人能够真正去走开 走开起 他生命妙用 妙用的这个部分 就会从这个地方再拉出来 同学你要知道 修行 佛在讲这些都是过程 都是过程 我们可能多生 累生累劫 可能是天上飞的一只野鸭 对不对 我们也可能是一只公椅 努力的搬那颗软 那我们也可能出生为一只小狗 那我们也可能是牛羊成群里面的 某一只牧羊群 或是某一只小羊儿 这个过程都可能是我们生命 累积起来 累生累劫 曾经的一环 那我们修行里面 从有想到无想 到进入到非有想 非无想 空无边处 事无边处 无所有处 的众生 有非常非常 违系之想 好像有想 又好像没想 这个你修禅定的人 才会知道 那一般修行人 到扶 扶住烦恼的时候 也雷同非有想 非无想 扶住烦恼 像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情形 你很多事情 看在眼里 知道 不起 不起烦恼像 不起烦恼像的时候 又好像 有烦恼 也知道问题没解决 可是又可以 不去处理它 内心又可以 不让这个 这个心念浮现出来 非常像 非有想 非无想 那以 这个 三界 九地来讲 这个非有想 非无想 讲的是空无边处 事无边处 无所有处 这个地方是四禅八定 里面的 这个过程 这些众生 分布在三界六道 里面的所有众生 我皆另入 无鱼涅槃 完全穷尽了 他生命的烦恼 以及解脱了他肉身的 这个桎 我们都好像被自己的 这个身体绑住了我自己 在时间的长河里面 每一个时间点 我都在 住在我的身体里面 我没有办法获得自由 在每个空间的移动的时候 我必须靠着我这个色身 去移动 所以我们在 时间空间的 坐标里面 自己是一个定点式的 移动 不自由的 佛在讲的 涅槃境界 他在 开始阿含里面讲 涅槃 方广里面讲 涅槃 在 波瑞经里面解释的涅槃 一直到 涅槃经里面解释的涅槃 这个整个涅槃开演出来的法译 也有一个开演式 展开的 广度 的不同 这个 无语涅槃 我们一定要读名相 来同学请翻开辅佐讲义 第25页 第25页的52个跟54个 明相解释 翻开了 讲到这个无语 第52个就是25页的下一个 唯有语的对称 达到完全穷尽 亦无残余之味 乃无于依之略称 依就是依止的意思 又作依身 也就是这个肉身 我们这个肉体 烦恼与肉身 完全灭尽之状态 称作无于依涅槃 或称无于涅槃 又 佛对诸弟子 当来成佛之国度 结束 及称号等 了了而继 称为无于继 这只是在解释无于 有于 这是我还有一个 一评的点 在修为的过程 佛在讲 在阿寒的里面 他教导他的弟子 他有讲到 无于涅槃 那这个弟子呢 每一个人修正 修为修为 到正阿罗汉果的时候 他对于生命 是没有痛苦的感受 也就是所有的因缘 我都看得很清楚 所有的缘起 我也知道他是空 可是他没有办法不空 他没有办法看到 缘起法里面的妙有是什么 所以呢 他看到 我虽然没有烦恼 不受后游 我也不会起心动念 我也不会去做错的事 可是我的生命 还是要 每天 吃喝拉萨 有这样正常的 这个运作 这个正常的运作 虽然肚子饿 对我会产生痛苦 可是肌体上 还是会有肚子饿 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虽然 没有水喝 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但是 肉体上面 却对水 有他需要的时候 所以 虽然他不是痛苦 却是现象之一 所以当时 很多正果的 罗汉 他认为 我虽然正了 这个果 可是我这个色身呢 是有需要的 他有活下去的 基本需要 所以每个人 都在期待 自己能够入 无于一的状态 我生命 不需要再有 再有这个需要 所以呢 把死亡 当时 佛入涅槃 所示现的 是一个大圆满 而不用再有这个色身 让你来维持 生命现象的基础需求 你不用脱波了 你也不用吃饭的时候 那做什么样的时候 那要克服自己的 生理上的需求 等等的这些作用 所以死亡 对当时的 这些正果罗汉 是非常有吸引的 我们修行 一定会有这一小段 瓶颈危机 这个瓶颈危机 有的要好久 再出得来 我们人 不是独立 一个人存在 有业果的因缘 有你自己所来之处 人不是空中化身的 人是有父母 父经母学 孕育而有的 所以你会有家族观念 种族观念 你会有人之间的情感 联系 这些呢 让你在开始学佛的时候 直接纳受了 人的整体观 宇宙观 关系法 所以到佛灭度之后 为什么大乘佛教 也就是大乘佛法 菩萨行经会大为 广为宣扬 因为当时的 我们还原 回溯到当时的经典里面 佛在当时代引弟子的时候 很多弟子 他并不是做完他生命 可以做的事情 真的用到最后一分钟 而是自己快速取证 快速取证的时候 让自己进入涅槃 相状当中 这个我们常常在读经文的时候 或是在演练自己生命 生死问题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极大的羡慕 哎呀 两腿一盘 他说走就走 因为我们在生死里面 是非常不自由的 我们生死里面非常不自由 在佛经的开导 举证之下 我们很想 进入到 做 就可以走了 所以每天做的的时候 就幻想的 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修行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认为说 哎呀 我可以入涅槃了 那我为什么不入涅槃呢 因为还某一件事我还没办完 这件事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自己家眷有关 跟自己的理想有关 跟自己的什么有关 只要你还有这个念头 我不走是因为跟什么有关 这样就比较误 这样听懂吗 因为你本身还有一个所谓 什么有关 那本来就有干系 所以那不是真的叫涅槃 因为他的心中还有一个涅槃境界 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里面 好多寻求自杀 所以有个塔叫自杀比丘塔 自杀比丘塔 因为他让他是生命 去向于结束 就是他的最高理想 而进入到什么定中 我们说横出三界 正阿罗汉国 可以不受后有 这个是在讲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不会造作 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的意识是压平着的 他的种子是 其实并没有全部消灭的 他生命其实没有完整 所以会有罗汉八万节 回小向大 这过程里面 是世尊在代引众生 那正果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是有这么一回事啊 这过程的境界 有这么一回事吗 是有这么一回事啊 很多大德都可以给我们证明 在在处处 在大章经里面都有 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什么叫涅槃 佛在讲的涅槃 到大涅槃经的时候 大波涅槃经的时候 讲的跟初初在阿罕 讲的涅槃 他就不一样了 所以根据涅槃的这个名像 这个名词 就好多种说法 这个地方的 接入无余涅槃 如果我们以修行小程的角度 也就是让众生基本上解决 他因液果而呈现生命不断结构的一种轮回样子 能够达到烦恼也断了 这种一手果的因缘也没有了 生命不用在 这个涅槃 定律里面 这个因果 因果论里面 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进入无余涅槃 那如果说我们以大乘佛法 来入无余涅槃而灭肚之 讲的是成佛 这里面是不是不一样 讲的就是成佛 你入无余涅槃 就是成佛 要让众生成佛 那多不容易 所以这个发心的一开始 佛讲的是 我们是不是都跟众生终究是要成佛 菩萨在度众生 有没有说你先成佛 我先成佛 如果还有你先成佛 跟我先成佛 跟大家怎么可成佛 不可成佛 这个时候都不叫涅槃 这样讲有点难了解 我们还是来读名相 来第26页 来第26页讲的第4行 涅槃 原来只吹灭 或表吹灭的状态 就是花旗了 其后转指燃烧烦恼之火灭尽 完成物质 就菩萨 就菩萨的境地 死乃超越生死 就是生死就是迷界的物境 意为佛教终极之实践目标 故表佛教之特征而列为法印之一 称为涅槃即境 来 在下一段 依不派佛教 涅槃即灭却烦恼的状态 其中父有有余依涅槃 与无余依涅槃之分 前者是虽断烦恼燃肉体 有残余的情形 后者是指灰身灭制的状态 即使一切归于灭无之状态 有的人呢 到这个烦恼没有了 可是我肉身还存在 所以我还是有生命持续基础上的这些需求 那我已经没有烦恼了 修行人很容易达到这个状态 说容易也不是很容易啦 可是可以的啦 这个时候就会讲 这个有余依涅 这个我举一个例 以前呢 我有到一个道场去做义工去参 那里面呢 有一个师兄哦 他就说他进入了一针法界 他进入了一针法界 然后他呢 可以作画 那这个 这个修行听起来是很好 我们自己要小心啦 我们自己要小心 话不能乱讲的 修为里面一点点小小的 修为过程的 那个宗教体验 是每个人都有的啦 这宗教体验 一定会有的啦 经过脑的某一区的时候 宗教性的幻觉 一定会浮现的啦 能不能真的是 但是所谓实相呢 其实是个别的感触而已 我们要懂的这个魔镜 那这个师兄呢 他就说他怎样就怎样 那我们一起去做很多 这个 一些该辅导的工作 那这个师兄呢 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 师姐师姐 我其实是可以入涅槃的 那我就请问师兄 果真如此 阿弥陀佛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入涅槃吗 我说愿文其详 他说 因为我还没有度化我老婆 他常常生我的气 说他生你的气的时候 你又怎样呢 他说我就很气啊 他的涅槃是在他片面的时候 念佛进去的时候 或是双腿一盘的时候 并不是长 恒长啊 变一切啊 并不是长乐我静啊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人说 我气到要死我 我像我那样坐着就会气 那是气到死去 不是入涅槃 叫做气死 真正修行人 在生命的因缘里面 到最后一分钟 一秒钟 他也不在意的啦 也不会早死 也不会晚死啊 在因缘里面就这样 所以这个涅槃 这样知道吗 以后不可以 刹那的清安 说我应该是用的坐着就去 有一次呢 有一个 又另外一个修行人 他就跟我讲说 这世间啊 实在是太恐怖 太杂灰了 请你 这个多久之后 来帮帮我 我说帮你什么 收尸的意思 他说他要作画了 给我捎来一封信 那我看这个诗节呢 修行 这样写了 好像也 蛮有这么一回事 我就给他 回了一封信说 如果果真 你可以作画的话 那你就快画吧 三年后还没画 三年后又见面啦 我说那你怎么 不是说你可以画了 你怎么又没有办法画 他说 我收到你那封信的时候 我真的想说我可以了 我就给他做 然后又再给他画 我说结果呢 一天后摇到要死 软软的爬起来 还是煮了一锅粥 再也不画了 问题是 什么叫做作画 修行里面 以大臣佛教 他在破斥小臣的时候 他说你可以自由来去作画 并不表达你成佛 他不是等号 他不是等号 那我们不要说 现在我都没画 是因为我 我不是小臣 千万不要这样说 因为我们是被叶卡住的 我们是被叶卡住的 他修行到所谓 你可作画不可作画 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那古德里面有啊 这个皇帝呢 造高他去当国师 那这个大德呢 这个禅师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的时候呢 皇帝就派人送了这个贡品来 他也不收 他也不愿意 皇帝就发怒了 发怒说 你把我带给我刷鬼的兵去 他如果不来的时候 它押回来 这个大德知道了 虽然呢 这个皇帝所派遣的 这个将 请他的这个兵还没到 前一天晚上就做画了 这个做画真的有那么一点道理啊 如果我们修行只是在自己 以为的以为可以画跟不可以画 都是妄想跟幻觉 来再把这个名项读完 第二段中论等以实相为涅槃 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 实相为涅槃 在以后讲到后面经文 讲实相再解释 无住处涅槃 即依于智慧远离烦恼 所知二障 不至生死之迷戒 且因大悲救济众生 故在迷戒中活动 又不至于涅槃之境地 大臣佛教之涅槃教说 即以此为特色 是不是又是一个发展史 上面的第一个部派的涅槃解释 跟第二个中论 实相为涅槃的解释 是不是不一样了 那这个再来 第三点 小城之声文远绝 这是小城回小向大 所以回小向大 这个声文远绝 他到底有没有入 无于涅槃 再回小向大 他就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他在娑婆中 集正果而回小向大 这个就是佛的弟子 视线给我们看的 就是这个样子 另外一种是在三界外 再回小向大 再回来 度化众生 这个就是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食暴土 再回来的一种状态 这个是两种 入无于涅槃 再回来的 无于还生 在佛经里都有出现 在现况中 也有这样来表达 好 第四 出现此事为人的佛 特别是指释迦牟尼佛 其肉体之死 称为涅槃 波涅槃 大波涅槃 这个是针对于涅槃的解释 跟那状态 以佛来讲 同学 修行 当然我们想要的是能够自在了脱 而自在了脱里面 它有层层不同的自在了脱 一般以大乘佛教来讲 他讲的是先心了脱 生是留于无助状态 生留在无助状态 再把所有一切带引到 全部的自在了脱 所以这个身 跟这个心 两个都叫了脱 这个是大乘佛法里面的 了身脱子 自在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